Hello 各位老师大家好 初次使用MyViewBoard 我们要从下载软体开始 今天就要手把手带着您 一起下载MyViewBoard 到您的笔电桌机设备上 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 打开你的浏览器 在Google搜寻 这边搜寻MyViewBoard M-Y-V-I-E-W-B-O-A-R-D 搜寻下去 我们会看到第二个选项 MyViewBoard.com 是我们的MyViewBoard官网 我们把它点下去 进到MyViewBoard.com的官网呢 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位老师 站在我们的互动显示器前面 跟着我的黄色的箭头 黄色的手指的游标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右上角 有登入的选项 我们点选登入 点选登入之后呢 会出现我们的单一入口登入 惯用的有Google Microsoft Apple ID 以及教育云 我们这边呢 用几页的简报截图 来为老师快速的介绍 这边的登入选项差别在哪里 我们最常见的学校的登入方式 应该就是我们的Google账号 跟教育云账号了 如果今天老师您惯用的是 学校的自有信箱 或者是县市的OpenID 那你可以选用Google账号 如果今天您惯用的是 教育云账号 那你可以选择教育云登入 就选一种您惯用的登入方式就好 再来是请根据学校县市 如果是有采购MyViewBoard账号 MyViewBoard Premium的版本 请要记得您当时学校申请的时候 是用哪一组信箱 如果是Google账号 那就选Google 如果是教育云 就选用教育云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企业伙伴 也是最简单的 我们用Google账号来做申请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请直接点选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请直接点选您惯用的 您知道自己的账号是用哪一个选项登入 点下去就可以了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他接下来会有一个 问您您的身份别 请问您是教师 学生还是IT人员呢 选择任意一个都可以 选择我们是教师的身份就好了 接着就会进到跟我一样的画面 左上角有一个MyViewBoard的欢迎 并且呢 会跟您打招呼 晚安Make It Chew 进到这个画面呢 就代表你已经成功登入了 右上角会告诉您 您目前的MyViewBoard账号的方案 如果您是单校或现式采购 这边会显示Entity Premium 如果你是写Entity Standard 那就代表你是最基本的标准版账号 无论如何 不论您是哪一种账号权限 您都已经完成登入了 接下来我们要下载MyViewBoard的软体 到我们的电脑桌面上 请问要怎么做呢 这边呢 我再用几个截图来为老师说明 我们要选择的是下载中心 刚才右下角有下载中心 点选下载中心之后呢 会出现好多个不同的软体 我们要下载的是红色云朵的这个MyViewBoard MyViewBoard点下去呢 下方呢有四个选项 请问我们要点选哪一个来做下载呢 换一个颜色 老师的学校桌机大多都是Windows系统 Windows系统我们就直接点选这个窗户Windows 如果呢您是iPad或者是安卓系统或者是Chromebook等等的 就直接去选择对应的下载系统就好 对于学校桌机桌垫笔垫大多是Windows系统 我们就直接按下这个Windows的下载 它就会开始跑下载的流程了 电脑开始跑安装的时候 请记得它这边问你 点击安装应用程式下一步 然后跟着它的动作一步一步的进行安装 最后按下完成 您的电脑的桌面上就会出现这一个符号 MyViewBoard 这样代表你已经下载好MyViewBoard了 我们一起到Micky的桌面上看一下 如果你在桌面上已经看到红色云朵的MyViewBoard 就代表您下载完成了 就代表您下载完成了